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载的话 我们选择原始数据 原始数据里面我们选2016年4月份的 它是按年月份的 这个地核网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4月份有做过这么多监测 我们选择做的时间最长的 11小时的导入 我们在这个经建病例里面呢 也可以先不用填 我们后续也可以填 在这也填上也可以 我们这次先不填 进去 确定 现在我们进了这个界面 软件界面呢 现在就是 上面一栏 中间一栏 下面一栏 我们先把这个医院信息先填 先填好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填入 宁波ABC医院地址 电话 确定 这样的话 我们在导出的报告中呢 就会体现那个医院的信息 另外呢 这边最右边那个图标呢 就是刚才的那个患者信息 患者信息 我们现在填填写一下 张三年生出生日期 包括地址被注 被注的话 我们比如说它有高血压 有高血压 然后这个文件存储路径呢 我们刚才可以可以更换的 好 现在我们再看一下 已经有了 好 这个患者的情况呢 不是特别严重 通常来到我们软件一旦打开之后呢 我们首先关注这个血氧趋势图 血氧呢 相对来说重要一点 血氧的情况就是绿色的呢 就是一个阳减事件 如果说绿色的很密集 或者绿色掉的很低 说明它的血氧很低了 血氧很低呢 可以直观的 可以认为它这个呼吸 它这个打呼噜啊 是比较重的 然后我们看这一栏 这一栏呢 有主要的参数都在这里 有体动 体动呢 就是翻身 有人会养睡 体动跟体位呢 是相对应的 现在这是朝养睡 我们看它有没有变化 哎 现在是朝左侧睡了 好 再看憨声 憨声呢 是一个监测憨声的一个分贝 红色的呢 憨声是比较重的 实际时间也比较长 1.2秒的 可以看到 凡是有标注红色的 都是憨声比较重的 再看气流 气流跟胸腹运动呢 相对来说比较关键一点 这也是我们直接可以判断它是阻塞性 还是中处性的一个标准 我们可以看到它刚刚睡觉的时候呢 气流跟胸腹运动是很规则 到了这个时候呢 第一次事件发生了 第一次事件的OSA事件发生了13.9秒 大于10秒 因为睡眠呼吸暂停综合针的 判定是离气流消失10秒以上 我们看到它消失13.9秒 这个时候呢 它的胸腹运动仍然有 但是呢 它的气流已经没有了 这个时候 它发生了氧碱事件 也就是说 它发生呼吸暂停的时候 它血氧肯定会掉下来 看来血氧掉下来 当然了 血氧这个患者不是很严重 血氧达到了92 正常人在97%的样子 它达到92 然后这边又有个低通气 有个事件长度 这边又接下来又来一个暂停 这个时间呢 大概发生在晚上的 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时间是22.09分 10点周中收 然后继续睡觉 继续进入深睡眠 进入深睡眠呢 这个时间开始多起来了 这边有13.5秒 31.6秒 我们可以在这个屏幕上右键 有一个定位最长呼吸事件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患者最长呼吸事件 达到了105.8秒 而且这个时候呢 胸腹运动刚开始有 后来胸腹运动也没有了 实际上这个位置呢 已经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 中枢性的呼吸暂停 因为中枢性的判定是 胸腹运动跟鼻气流同时消失 我们认为它 它实际上是一个混合式的 它前半段呢 是阻塞式的 有胸腹运动 气流没有了 后半段什么都没有 胸腹运动也没有了 好 再看它的实际大概是在 大概是在早上5点钟左右的时候呢 也有频繁的憋气 憋气时间都大于10秒了 现在我们来导出一下它的报告 菜单栏可以导出报告 睡眠监测报告单 呼吸事件汇总表 血氧汇总表 通常来说我们导出的最多的 只要导出睡眠监测报告单就可以 通过菜单可以导出来 这边有一个按钮也可以导出来 更方便一点 我们点一下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了报告 报告是一个PDF格式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紊乱指数达到18.3 应该算是中度 10到15呢 算是中度的 然后大于30呢 算重度 它发生了阻塞室的 有157次 中处性有30次 阳检还好 最低血氧77 这个患者的情况呢 不算严重 这个呢 我们可以根据它的 我们可以判断一下 它的阻塞点在哪里 来从而判断 是否可以做一些耳鼻喉手术 或者也可以配戴呼吸机 这个要根据患者的 自己的一个意愿 以及它的 我们可以在交流过程中呢 了解一下 它的白天试睡有没有 或者它的白天早上 有没有头疼 或者说 这个口干啊 头疼啊 白天经历不好啊 这些都可以做一些 在前期的了解 如果说它已经有白天的 白天明显试睡 或者说它年龄 已经在45岁以上的话 这个白天试睡情况 应该是会有一些 对于它来说的话 带上呼吸机 可能会缓解一些 白天试睡的情况 有一些医生也会提出 这个问题 就是说是 他可以希望对报告 做一些修改 那么怎么调整呢 我们的选项 系统设置里面 有一个报表模板选择 我们选择 Word报表模板 确定 我们来看一下 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点报告导出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报告已经导成 Word的文档了 这个文档是可编辑的 有一些有经验的医生呢 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判定 他做一些人为的修改 做一些更 更个性化的一些 一些判定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功能 可以开放给医生的 医生做完调整之后呢 仍然可以选择打印 打印出报告 好的 我们来接下来看一个 重度患者的情况 因为我们已经导出来之后呢 他已经数据已经有了 我们这个时候 点这个文件夹的图标 就不用点这个 这个人头像加号了 我们找到 这个地方呢 我们存了很多数据 这边有一个重度的患者 这个重度的患者很明显 他的血氧 氧碱次数又密集又低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他的最长呼吸事件 也是95.5秒 虽然没有刚才那个患者的时间长 但是他的氧碱非常严重 看一下他的氧碱 血氧事件 血氧事件呢 最低达到69 有这么长 有80多秒的一个中处性呼吸暂停 然后伴随接下来就是说的血氧降下来 而且他的整个晚上的睡眠 呼吸事件 发生率非常多 可以说这个人 整个晚上的睡眠 完全是属于碎片式的 肯定睡眠质量是非常糟糕的 而且憨身不断的有憨身 憨身频率还是比较高的 幅度比较高 再看他的脉搏 脉搏嘛 起起伏伏的 因为他不断的有憋气 所以说心脏呢 一会儿快 一会儿慢 心率很不齐 这样心率不齐 会导致一个很严重的后果 就是说 他的层起 会有高血压的情况 他的早上起来 血压会明显偏高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报告 我们先把它改成 内置报表模板 我们看报告 他的AHI达到了73.1 阻塞性308次 264次的中枢性 这个患者的情况呢 是比较重的 建议呢 可以先去耳鼻喉科 看一下他的 上起到的情况 以及鼻功能的情况 如果是单纯 由于肥胖的话 那么就比较适合 使用上呼吸机 上了呼吸机之后呢 应该说 对他的一个情况 是一个 会有个明显的改善 最高血压99 最低血压达到50 非常惊人的血压啊 我们接下来 来看一下这个 C派压力趋势图 这个是干什么的呢 它实际上是用来 做一个压力低定的 也就是说 患者带了呼吸机之后 我们仍然可以 把血氧指套 为他接上 鼻氧管 接到 面罩上面的氧气口 这样我们可以 给他做一个压力低定 整晚的压力低定 我们来看一下压力低定 这个结果是怎么样 我们前前有做过一个患者 这个患者呢 情况本身是一个 重度的 酷症患者 他鼻功能不是很好 基本上晚上鼻子是没法通气的 所以说 他用的是口鼻面罩 用口鼻面罩呢 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是 会有一定的漏气 漏气发生 漏气发生之后呢 也就是说 他仍然偶尔还会有一些憨声 但是目前来看 他的整个数据呢 已经达到了正常人的水平 也就是说 达到了治疗的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压力趋势 他的压力最高 只达到了15.3 然后在此之后呢 逐渐回落回落 回落到6.9 6.6 然后在后半夜的时候呢 又达到了15.2 也就是说 他的一晚上的压力 是在一个14附近的样子 他还不算特别重 这个压 这个呼吸机 普通的单腿瓶 全自动呼吸机 对他来说是完全适用的 好的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 谢谢